大家好这里是一球 欢迎来到今天的巴斯塔生涯模式 下场比赛是客场 对拉克鲁尼亚 我之前的好像小黑人同意我们的合同 我们先去看一看吧 在这里处理数值70 感觉还不错吧 又是一个印尼斯塔类型的 控球高的初期 ball control 83 dribbling 85 long shot也ok 短船也不错 三颗星的skill moves 又回到skill moves上了 下场比赛我们自己踢换到踢步阵容 得帮桑切斯进些球了 非常棒的倒角 各位自慢 1-0 我们整个把对方的防守 向我们的左侧移动 然后可以给满满的拳拳空了 形成了单刀很轻松的来球送进 竟然选择左脚推射 右脚直接弧线不就搞定了 射门桑切斯裁判点球 好意思 漂亮 骗过门将 2-0 桑切斯长得还是很慢的 一脸大落腮胡子 有点像马斯切拉诺的感觉 漂亮 中场强断 桑切斯又空了 哇 这个人球没空好 直接给门将 笨死 3-0 其实我一直一直在等桑切斯 能跑一个合适的位置 把球传给他 他一直往边来走 一直很不错 要射门 穿过了两个后卫吧 没有一个后卫 很漂亮 两卫同时产球 都没有挡下 换个人吧 感觉人体能不是太好啊 比如MUSA 换上 阿菲尼亚 阿特达体能也不好 换上 查维茲 就好了 拉菲尼亚 漂亮 4-0 桑切斯又跑到边上去了 本来想跟拉菲尼亚做二过一的 全场比赛结束了 非常棒的一场胜利 只可惜桑切斯只刷了一个进球 还好 桑切斯暂时一个球领先贝尔 还在手术榜第一 主攻榜呢 桑切斯八个主攻 也是并列第一 再加把劲儿啊 我们另外 一个小人也已经到了 处置数值73 速度啊 极空位置都还不错 孔雀非常棒 这个追柄到91了 这太夸张了 long shot直接就82 其他的呢 只有三颗星的SKUMUS 弱势角也可怜的 只有一颗星 其他倒没什么 感觉也是非常不错的 大家看到了 这名中国队员也接受了我的合同 但现在有个问题 我的阵容是 人员满了 所以呢 他没有夹到球员名单里 我根本找不到他 我也不知道 这个人最后去哪里了 非常奇怪啊 我们再去轻讯看看 他还在不带 他要不再轻讯的话 是不是就消失了 倒还没有 他貌似还在这里 我们需要看来 就是解雇一些队员 或者怎么样 然后给他腾出一个位置 就把他放弃掉好了 说是只有48 非常之差 来自中国的 不知道黄联马 又才能长起来 没必要占用我们的名额 好像还是没有自动加进来 还是找不到他 我们再去轻讯看一下 他还在这里 啊 现在可以 现在可以重新给他一份合同 看看他 这次 我不OK 也没有 这是追加合同的感觉啊 我们看一看 看这样他会不会加进来 不然的话 就真的2 这个人所有都是问号 然后我们在阵容中 也找不到他 非常奇怪 他又一次同意我们的合同 我们去看一看 另外呢 收到了阿尔维茲的邮件 说他还要继续再踢一个赛季 第一句话还非常有意思的 说 也不可能这么轻易就摔掉我 不过也好 他还乐意为我们再销了一个赛季 他数字也不低 用起来是不错的 36岁 再踢37 还是很猛的 我们看看这个队员到底有没有加入到真中 还是没有 不知道死打去了 哇 这个bug实在太吓了 所以大家以后一定要注意 签人的时候一定要看看自己的 阵容中还有没有名额 不然 不知道这个人就会死打去了 另外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遇到过这个情况 如果你遇到过 你解决掉了 欢迎留言告诉我 这个问题是怎么解决的 这个队员的数字还是不错的 明显中88到94吧 还是很不错的一名 有潜力的中场 虽然我们有n多的中场 但是也不怕再多这一个 最好还是能加回到阵容中 联赛还有一轮 我们领先黄马三个积分 还是有一定危险的 而且贝尔和桑杰斯两个人都进了25个球 嗯 我们下场比赛要努力了 争取让桑杰斯拿到最佳射手 而且我们也要保证我们这个联赛的冠军 所以我决定换上主力阵容 来提这场关键的比赛 危险 最后又要抽篇了 太吓人了 射门 波克巴波克巴 漂亮 1比0 43分钟终于进球了 非常棒一个过人 可惜射门还能量扑到了 波克巴的位置站得非常好 轻松送进 终于 针头球针过一次电脑了 这么关键的时刻 换人了 我们要换上桑杰斯了 梅西去提边路 然后苏加雷兹下来 这个角度桑杰斯没准可以罚劲 我们把它换上来 再罚这个任意球吧 可惜高了一点点 非常棒 非常棒 送进2比0 1比2 吃球什么都不关心 我只关心桑杰斯进不进球 桑杰斯 3比1 YES 那马上非常棒一个断球 传给空档的桑杰斯 轻松过掉云后卫 打圆角 能将根本来不及扑就 希望凭借这一个进球 他可以拿到最佳射手 桑杰斯射门 漂亮 4比1 独中2个元 90分钟了 我觉得没有时间了 我也不想再做这样配合了 直接起脚远射 挂死脚 非常棒 球迷这下开心了 我们凭借这个进球至少锁定了 联赛的冠军 希望桑杰斯凭借两个进球 可以拿到最佳射手了 补射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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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伤了 希望不要因和劳恩贯的决赛 比赛也已经结束了 果然 我们拿到了 最后的联赛的冠军 大家已经开始庆祝了 射射手 作为队长 抨起了我们这个赛季的第二座奖杯 非常棒 全场比赛我们射了五脚文 四次射准 四次射准的球 全进了 非常高的效率 最佳队员是波格巴 他有两个进球 另外呢 还有一次助攻 非常棒 桑杰斯没有助攻 不知道还能不能有机会拿到助攻王 不管了 我们这就去看一看 哇 大家看到没 最佳射手竞争 依然那么激烈 贝尔在最后一轮也进了两个球 所以最后我们桑杰斯跟贝尔 是并列射手榜的第一 也是非常不错的成绩 助攻呢 我们没有拿到助攻王 佩德罗最后杀到了十次助攻 门德萨和桑杰斯都只有八次 布斯克斯这个赛季卷也非常棒的 助攻也达到了六次 瑞典有个75-94 还是感觉非常不错的 又是一个右中后场 也先牵下来吧 我们欧冠的决赛对手呢 是巴黎圣日曼 他应该战胜了曼联 进入了最后的决赛 还是有些可惜啊 还是很想和曼联提的 我们去年还是前年啊 是不是和大巴黎踢过一次决赛 来看一看巴黎圣日曼的首发阵容 我们是不是在小组赛里见过他们 也没什么 还是那些人一步都踢不上首发了 另外我不知道电脑把大卫歇尔瓦弄到哪里去 内马尔 球没有护好 挺不穿 找内马尔 这次护好了 射门射门 还是没有护好 射门射门1.0 又是射门 45分钟 挺身而出 像他在国王杯决赛做的 为我们打破了僵局榜的夹扣 然后打进脚 射门射门 射门射1.0 又是射门 旅游虽然比我们高一些 但是一次射门都没有 不过它的强断真的好多 希望我们下面俩还能保持这种节奏 射门啊 算了再补一下 没有 1比1 图篮 7分钟把比赛扳平了 非常棒的叫射门啊 我们试试看能不能调整一下人吧 尼尼斯塔莫斯体能不好了 刚才那个球就是他没有回撤 所以我们中场进去前 显得非常薄弱 被他抓住的机会 我们换上罗伯特好了 尽球功臣被换下去了 电脑在搞什么 图篮中啊 我们两个中复外界都从身边擦过去了 都截不下来了 非常棒的尼空啊 马斯切拉诺 90分钟结束 大巴黎就射成一脚门 还近了 运气真差啊 我们再看一看吧 不特斯体能也不是太好 不过还得让他坚持 其他的话还是想把苏拉雷兹换下来 啊 哥里兹曼顶高了 电脑失误了 那个穿球也非常烂 裁判 电脑的产接实在太多了 而且大部分人都拿不到牌 干我们好多次啊 哇 射门 都是人 射门 啊 偏了 又被后卫干扰了 我就很纳闷了 在射门之前啊 都是空的 你只要一射门 后卫就能立刻贴上来 一把二十分钟比赛结束了 加水也结束了 我们要跟电脑一起点球 全场比赛 大大迪就射了一脚门 可以实在是太好了 哦 太吓人了 感觉电脑马上就要扑到的样子 哎 完全不对 美希 漂亮 骗光的门将 漂亮 yes 守住了一个点球 哦 这可能会费哦 啊 不错 射箭了 尔维茨 门将加油啊 努卡斯 这个压力大了吧 又是中路 又扑住了 yes 皮克 只要发这个点球 我们应该赢了吧 发中路 啊 太烂了 啊 打人物资 守住这个点球 我们也会赢 嗯 啊 非常棒 啊 啊 没有射出角度 不要啊 最后一个点球 能不能扑住呢 啊 又是中路 我们打好形式 眼看就没了 漂亮 骗光的门将 漂亮 又是中路 扑住了 啊 门将成 这套比赛英雄 我们最后 在点球大战 4比3 战胜了 大大力 拿到了 三冠王 这个赛季也是相对来说非常完美的 唯一一个没有结合奖励 就是助攻王啊 非常艰险的一场比赛啊 最佳队员 布斯克斯 因为他进了我们队的唯一一个进球 还有两次抢断 穿球也不错 25次完成了22角 我们来看看这个赛季啊 球员的成长情况 赛季已经结束了嘛 门将没有什么27岁的还是82 很一般 然后阿尔维茨降了一点 不过数值仍然很高嘛 83 皮克仍然保持在88 但年龄已经不小了 32 马迪普到了83也不错 28 仍然有87 但他也已经30了 他并该这么大吧 布斯克斯 也已经30了 数值到了88 加了两点 非常不错这个赛季 摩克巴也有88 26岁 印尼斯塔 35岁 明希32岁 数值仍然有96 索瓦雷兹还加了一点 已经32岁了 现在初步想要把印尼斯塔和索瓦雷兹出掉 这两个位置我们都不确认 而且拿这些钱呢 我们可以买一些其他的队员 内瑪27岁也有92 非常棒 然后曼德萨这个赛季涨了2点 数值达到了80 有4个进球 8次助攻 诺布里拉涨了3点 到了82 有两次助攻 也还ok吧 数值虽然很高啊 用的感觉一般 而且在这个画面上 大家可以看到是有头发的 可是在游戏中 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 他是个大光铜 罗伯特加了1点 到了85 但年龄已经不小了 27岁 4次助攻 也ok吧 还是曼德萨表现得更好一些 巴尔特拉还减了1点 28岁 非常一般 我已经把他流换到了T部 门将加了1点 数值达了77 还没有我想象的那么好 桑切兹加3点 数值达到了80 34场比赛 进了27个球 效率还是非常高的 另外有8次助攻 非常非常惊艳的一个赛季啊 特克里兹曼呢 数值仍然在85年龄也不太小 还ok吧 当打这年 23场比赛 进了10个球 5次助攻 也是表现非常不错的 这个赛季只加1点 还是很一般的 长得也太丑 想把它出掉 这边读查影 是我们赛季末的时候吧 签来的 数值输出就有73 也没有什么增长 他也是赛季中段签来的吧 也一般 加下他不错 讲了2点 他控球非常棒 手感还是不错的 查维兹增加4点 倒了66 还有漫漫路啊 虽然身体和身高都非常不错 但数值还是拼低 这叫马迪亚尼嘛 加2点到了72 也是不错的一名中后场吧 多布勒菲乌 25岁了 仍然数值有78 但是用的手感真的是非常不错 非常高性价比 以名队员如果大家提的这个 联赛比较低啊 可以尝试着买来他 价格也不贵 手感也非常棒 拉菲尼亚 增加2点到了84 不过他一直在闹转会啊 或者怎样 不过 一天仨走了之后啊 看看下个赛季 能不能给腾出一个位置来 蒙特亚加2点到了82 也是不错的 年龄也已经不小了 我们这个赛季没有想好 要是这个赛季不连接一名编后卫的话 下个赛季也需要连接一名编后卫啊 倒布勒斯加2点到了79 中规中矩吧 然后沙拉维26岁了 数值没有任何增长 不知道为什么 但是效率还是不错的 26场比赛基本10个球 还有4次助攻 垃圾一起减了一点 因为年龄在这出场次数也不是很够 围着马轮33岁了 还是有80的数值 感觉用着还不错吧 马迪克这个赛季就要退役了 然后 数值只有79了 还是不错的一名后卫 这名队要租出去了 一名后腰 长了2点 也还可以吧 然后河加了1点 长得有些慢 虽然他处处是非常高啊 但是长得实在是偏慢 这是谁啊 穆内兹加了3点 果然租出去之后 长得会好一些 然后金内兹加了1点 仍然只有72 虽然四个星的SQM 长得也偏慢 可能考虑要把它租出去啊 sorry 可能要把他考虑出掉了 这个Manyu加了1点 也一般 穆尼也倒不错 加了3点到82 我们下台季看看他怎么样 Tuyo Shima 加2点到69 手感还不错 但是长得也偏慢 好了我们就是这些人 我们还拿到了这个赛季的最佳教练 不错 还有球参报告呗 67到91 先牵下来位置关键不错 不知道怎么样 西班牙速到一个78.94 右边前位的感觉 不错不错 看看怎么样 还有68.92 左边前位 中彩票了 不过虽然这个刚开始感觉不错 但是涨一涨不一定能涨好 好了这个赛季已经结束了 这个赛季呢 最后我们拿到了三冠王 所以呢 我们可以签一个数值是85加的队员 另外呢 球员奖励拿到联赛的最佳射手 所以呢 可以签一个数值是85加的中场 我现在考虑呢 签一个中场 另外再签一名呢 后卫吧 中后卫 还是老规矩 我给大家两个选择 每个位置 中后卫的话呢 我想签瓦拉内或者祖马 祖马虽然数值啊 没有达到85加 但是我也可以签比85加低的吧 我觉得祖马的潜力还是不错的 而且身体的速度都非常棒 瓦拉内当然也是非常不错的 我在曼内沙模式里用过 非常非常棒的 一名中后卫 老规矩 大家希望我选瓦拉内的话呢 请打他的名字 或者打一 祖马的话呢 就是打他的名字 或者打二 欢迎大家多多留言 中场的话呢 我想签京东安 或者奥斯卡 两个人的数值呢 都是86 两个人都是四颗星的 Skew Moose 只是年龄的奥斯卡 比京东安小一点点 而且两个人身体 也都差不多 类型非常像 我对两个人 没有任何偏好 觉得两个人都不错 用谁效果都应该差不多 所以呢 这个权力仍然留给大家 如果大家喜欢我选京东安呢 可以打三 或者他的名字 奥斯卡的话呢 大家就可以打四 或者他的名字 好了 还是希望大家可以积极踊跃的留言 投票 然后呢 我会在录下一期节目的时候呢 自己进行统计的根据大家投票的结果 来选择我们下个赛季 要买哪一名队员 好了 我们这期的节目 暂时也就先到这里了 非常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观看和支持 希望大家喜欢这一期的巴萨生涯模式 好了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拜拜 拜拜 拜拜